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非常超值的景观房 因为这套房子的报价是在70万美金以内的区间 也就是60几万的区间 但是这套房子非常好的一点是它360度当中300度都能看到景观 一个房子它有六个面 那这个房子只有两面有邻居 它有四面都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这个房子每一个房间都是景观 包括它的客厅 包括它的主卧 包括它的客卧 书房 餐厅都有景观 这个房子就是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小区里面 那它正好就在一个把头的位置 所以说它占据了非常好的小区资源 小区的高尔夫球场的景观也能看得到 然后小水塘的景观也能看得到 而且这个房子隐秘性很好 因为这个房子周边是没有邻居的 所以不会有邻居一直好像一望就能望到到你家这样子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房子还有点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大件都已经升级了 也就是说这个屋顶是在2014年2015年左右换的 然后它的永时所有的设备都是2019年的2月份刚换的 然后它的空调有更新 所以说这个房子其实已经把该花钱的大件全都花钱做了 所以这个房子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景观房 今天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整体构造 如果您对休斯登迪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今天爸的这个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现在先让我们看房子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高尔夫球场小区 我们现在望过去的这一边全都是高尔夫球场 有湖有高尔夫球场非常漂亮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咯 这个房子是有两车库 它的车库在旁边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片的dryway就非常长 所以能停住两车库 主人很信心 你看它种的小花也很漂亮 还有种的那种树也很漂亮 都开花了 好了 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们开门进来了 一开门就看到一个高条的厅 然后旋转楼梯 很高的这个条厅 我们先看一下左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整个房子都非常亮堂 因为窗户非常大 并且房子再往里走就会看到它的景观性 你看我不管从哪个方向拍过来都是很亮的 这个房子做得很细细 你看这个主餐厅的壁纸 很少有主餐厅贴这种暗闭壁纸 暗闻壁纸的 贴上壁纸就感觉一下子好精致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右手边就是一个会客厅 你也可以做成一个小书房之类的 但是它这个房间是没有门的 你看这个窗户有多少 好多窗户望出去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小会客厅的门旁边 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然后外面就是一个pediu 一个这种亭子 你可以站在外面看一下风光之类的 这种的设计是蛮少的 这边种了这种这个爬山虎 这样就比较有隐秘性了 外面很难看得到里面的样子 这个是主人的小金鸡 好了我们现在要往里看一下咯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是1998年的建的 但是这个房子大建都翻新过了 它的屋顶是2014年换的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早餐厅 平常家里人在吃饭的时候会在这个位置吃饭 你看望出去的这种感觉 就是高尔夫球场泳池 然后这是主客厅 大面的窗户双开门 望出去的感觉一直就是非常漂亮 所以这个房子这一大面望出去全都是景观 这个门是可以开开的 开开之后就可以去院子了 这边就会去到院子里 我们待会再去院子看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房子 这就是整体的整个客厅给人的感觉 现在我们看到这就是厨房 厨房非常的大 这个厨房真的是很巨大 它有一点跟我们现在看的很多房子不太一样的 就是这个炉灶在中间 这个是丑烟炎机 丑烟炎机会抬上来的 当你使用的时候 镶嵌石冰箱这都有 然后在厨房的旁边呢是一个备餐台 备餐台再往这边走就是一个副楼梯 这个房子是双楼梯的 一般比较好的房子才会是双楼梯 所以这个房子具备了这个特质 这个门就是从dryway进房间的一个门了 所以您其实平常进门可能是用这个门 然后这就是我们看的一楼的构造 现在我们去这边看一下 这边呢 这个门也是去院子的一个门 然后在旁边就是洗衣房 洗衣房也是有窗户的 所以洗衣房都很亮它 然后这个看到现在这个门是去车库的门 好了 现在我们去它的漂亮的竹卧看看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竹卧 竹卧也是非常大的窗户 为了隐私性外面中了这个爬山火 所以这样就隐秘性比较好 就是美国的房子是这样的 您既要看到到景观又要有一定的隐秘性 这两点必须要兼容才会比较好 这个门就是出去的一个门 就可以出外面的这个padeo 虽然可能您不太会用啊 但是有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 好了我们从这一面看 大大的king的床放进去 主屋还是这么大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主屋的洗手间了 两个sink 还有一个女士的梳妆台 洗手间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这边是一个男士衣帽间 这个房子也是分两个衣帽间的 然后呢再往旁边走 是一个女士衣帽间 女士衣帽间 好了这就是主卧 这个房子是1989年建的 但是它的这种房型的感觉 一点都不会让人觉得比较老旧 还是很舒服的一种房型 因为这个房子当年建的时候 是一个定制房 这个房子最低手的房东 其实是一个NBA的篮球明星 具体是谁 我就不在这都说了 就不特别出名 但是他确实是一个NBA球员 他是为自己设计的这套房子 所以他的设计感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我们上了二楼 我们先从最右手边的房间看起 因为这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能看到景观 所以我一一给大家介绍 然后二楼的这个第一个房间 还是木地板 二楼大多数的公共区域 都是木地板 只有几个房间换成了这个地毯 所以它很好搭理 你看二楼这个大窗户 还有双开门 双开门打开之后出去就可以去阳台 外面是有一个阳台的 所以你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旁边的 高尔夫球场的景观 这个房子的二楼卧室都有阳台 都有阳台 都有景观 大多数的公共区域全都是木地板 所以这房特别好搭理 然后在隔壁的这个房间呢 做成了书房 其实您说做成卧室也是可以的 只是现在这个主人把它做成了书房 因为已经有很多卧室了 真的不太需要 然后您看望出去 一样也是景观对吧 望出去就有高尔夫球场 然后这边有一个门 开开也可以去外面的这个阳台 这个房间呢是有一个洗手间的 这个洗手间是通往另外一个卧室 这就是它的洗手间 我们直接从洗手间可以看到 就可以通往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淋浴间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卧室的洗手台 这样我们就通往了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有地毯的 但地毯很新 也是2014年高翻的 保养得非常的好 然后您看从这个卧室外面看出去 高尔夫球场的景观 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每个房间都有景观 这个特别难得 然后呢这个房间也是有阳台的 我们现在在阳台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从阳台往外看 就是这种景观 有水塘 有树 有高尔夫球场 就这种非常漂亮 我们望过去的另外一面的高尔夫球场 其实是有大湖的 就是我指的这个方向 这是一个很大的湖 这边也是有一个水塘 所以其实这是两面环水 在风水上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点 当然每个地方的风水的习俗不太一样 如果我说的不对 请多多帮涵 好美啊 我们现在进去咯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房间 从这个房间出来之后 就是一个公共区域 公共区域的旁边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所指的附楼梯 我们现在要去 他的楼上的第三个房间看一下 其实是第四个房间 第三个屋室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你看这个房间的窗户 很大 落地窗 很漂亮 打开门出去 也是刚才的那个阳台 一样的景观 景观性真的是绝了 所有房间都景观开放 然后呢 看到这个房间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房间的洗手间 这边又开了一个门 为什么要开这个门呢 是因为这样的话 在二楼 其他的这个人也可以在那上洗手间 现在我指的这个地方就是 给 就是他的这个mini楼 打开看一下 这个放映厅是有窗户的 而且很大 你可以把它当成卧室 因为这个放映厅有窗户 这边还有一个衣帽间 所有有衣帽间有窗户的房间 其实都可以做成卧室 但是您其实家里用不到那么多卧室嘛 所以这个房间完全可以做放映厅 好了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我们从二楼上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一圈的房间 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三个房间 四个房间 加上它的洗手间 这边洗手间 开了一个门 然后五个房间 逛楼上就五个房间 楼下还有一个主卧 还有一进门的dining room 我们还有一个小会客厅 所以整个房型的设计很完整 功能性非常强 好了现在我们去它漂亮的院子看一下 我们来漂亮的一楼 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很舒服 每天就像在度假一样 我们打开这个双开门出去 就可以看到它漂亮的院子啦 一出来就是一片绿色 嗯真开阔 然后这个房子的院子 做了大面积的樱花 所以其实您割草的处理 或者是养护植被的处理的 工作并不是很多 这个泳池是在2019年的2月份 做了很多 把这个引擎什么的都换了 滤网 然后泳池过滤器 所以这个大的翻新全都做过了 您都放心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它这个大院子 嗯 还有种的棕榈树 都很美 其实一栽一棵棕榈树 都要好几百块 让人工什么的一棵树就不便宜的 现在这个位置方向就是从后面来看这个房子 好了现在呢我们从另外一个面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顺便去看一下它的泳池设备 它的泳池设备正好在整个房子的左手边 所以这个左手边是一个洗衣房的位置 所以一点都不会吵 泳池设备一直开着 你也不用担心说非常吵会影响到休息 引擎和滤网和滤芯器是重新换的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整体就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如果您对休息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是对无发的房源感兴趣 欢迎 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听说休息顿的地税要降税了 所以最近休息顿房市真的非常火 好多房子都抢不到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